革命话剧 血喷万国会 革命话剧 血喷万国会是伟大领袖金乐成统治 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创作的不朽经典名作 在伟大领导者兼证着统治的谢先指导下 国立话剧团在主体73年1984年 把这出话剧改编后进行了演出 革命话剧 血喷万国会 是以1907年的海牙密舍射箭为基本内容的 为了控告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朝侵略 朝鲜封建王朝皇帝高宗 在1907年6月秘密的派遣李俊等一些舍臣 去荷兰海牙参加了万国和平会议 这就是海牙密舍射箭 为了确立对朝殖民统治权 日本帝国主义于1905年抛制了非法无效的虚伪文件 《义四五条约》 话剧的时代背景是我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臣民地 有王国的乌云笼罩的设计 日本帝国主义的清朝阴谋 越来越强化 主人公李俊就放弃官职 投身于反日爱国运动 他独立寻找有关恢复国权的途径 一听到召开万国和平会议的消息 就抱有莫大的期待 于是李俊极其一行带着朝鲜封建王朝皇帝高宗的密信 前往荷兰海牙参加万国和平会议 社会科学院社主任博士兼勇者说 万国和平会议筹委会主席等筹委会各成员说 既然朝鲜向日本传扮外交权 就不能承认李俊极其一行是国家代表 并不允许朝鲜代表参加会议 曾给李俊透露会议消息的赫尔伯特 从主人公一行收到大笔交际费后 表面上帮助朝鲜代表参加会议 而背后缩使日本全权代表向朝鲜发去电报 要求尽快发来一份 以朝鲜皇帝没有派密使参加万国和平会议 以四五条约事已达成协议等为内容的调查电文 由于日本捏造的这一调查电文 主人公一行被赶出会场 李俊最后才知道自己对这次会议抱有期待是太愚蠢的 从怀里拿出刀子破腹自尽 来表示了朝鲜是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 绝不承认以四五条约这一抗拒精神 话剧通过历史的沉痛教训来揭示了 依赖外部势力是亡国之路 要具有民族自主精神进行斗争 来实现图立这一思想 话剧血盆万国会思想内容深刻 艺术形象图特 是我国话剧名作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